今天又來這邊大魯閣打壘球 大魯閣這邊我覺得不太會經營 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它有很多設施可以增加 比如說租這個球衣啊 比如說人家來打球的時候 他可以租一些比較有知名球隊的球衣 大家可以穿這個球衣上場來打擊 第二個就是說人家穿了球衣之後 你可以幫忙攝影或者照相 可以影片收多少錢 然後第三個就是 既然你拍了影片的話 你可以分析它的打擊姿勢 可以用打擊姿勢調整的方式 然後看收費多少 至少我想到這三個方面 但是長久以來好像大魯閣不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 要是我的大魯閣的老闆的話 我應該會朝這種方向來經營 好 照好打球囉 來打這個壘球插棒就是不及格了 來打這個慢速壘球 真的是插棒就算不及格了 真的 因為這球術這麼慢啊 基本上你抓得到踢球點的話 應該都要每一球都要打得到才對 如果插棒就是真的不及格了 當然之前講過不要用力揮 就是輕鬆的打 輕鬆的打應該每一球都可以按打 那當然像這種是來插棒 目標就是全力打 沒有其他的話 也會不會用第二球 都可以用那個打打架 超級乾淨 這個三筋你小心翁 亮光看看 打雖 不然打了應該要飛上去了 這個球太高了,沒辦法 這太難嚼了,沒辦法 打得到就算不錯了